好奇的乔治去巧克力工厂 这是乔治 乔治是一只可爱的小猴子 他总是对什么都很好奇 一天,乔治和好朋友黄帽子叔叔开车出去兜风 快看乔治 黄帽子叔叔说 那是巧克力工厂 里面有商店 给你买点巧克力吧 乔治很喜欢吃巧克力 商店里一盒一盒的巧克力堆满各个角落 不过黄帽子叔叔一下子就找到了他最爱吃的 乔治,待在这儿 我去交钱,千万别惹麻烦哦 乔治在商店里东瞧瞧吸看看 他看见沾满巧克力的樱桃 奶油味的棒棒糖 还有巧克力的小兔子呢 诶,那些人在看着乔治 乔治想看个究竟 于是跳上窗台 他透过窗户 看到很多托盘 上面摆着棕色的小块块 那些小块块是什么? 乔治很好奇 这时,他发现了一扇门 溜了进去 棕色的小块块是巧克力 没错 讲解员正告诉参观的人 怎样从花纹上看出是哪种巧克力 扭来扭去的是奶糖夹心巧克力 这个花纹是焦糖夹心巧克力 有波浪纹的是棉花糖夹心巧克力 顶着小疙瘩的是太妃糖巧克力 方块是杏仁夹心巧克力 画着曲线的是橘子软糖巧克力 还有这个 乔治最爱吃的香蕉奶油夹心巧克力 乔治跟着参观的人 来到了一个平台 从这儿往下看 是制作巧克力的车间 工人们十分忙碌 他们正把机器送出来的巧克力 一粒一粒地拾起来 装进盒子 原来这台机器是做巧克力花纹的 长长的传送袋 把各式各样的巧克力 从机器里传送出来 不过花纹究竟怎么做呢 乔治很好奇 乔治从平台上溜了下去 然后爬上机器 乔治探出头 朝里面张望 他想看清楚 机器到底怎样做花纹 突然 突然 巧克力出来的速度越来越快 像长了腿一样 从乔治眼前飞快地冲过去 快 再拿些盒子来 戴白色钢帽子的叔叔喊道 发生了什么事 另一个叔叔问 没有人回答 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只是每个人都手忙脚乱 根本没注意到乔治 工人们已经忙不过来了 巧克力从传送袋上 噼里啪啦地掉下来 赶快抢救巧克力 戴白色钢帽子的叔叔又喊起来 正好这时 乔治最爱吃的香蕉奶油夹心巧克力 嗖的一下过来了 他伸手想抓住 可是巧克力跑得太快了 乔治追呀追 一直追到了传送袋的尽头 从传送袋掉下来的巧克力 越堆越高 乔治从没见过这么多巧克力 他一边挑着最爱吃的 香蕉奶油夹心巧克力 一边顺手把别的巧克力 放进了盒子 乔治真能干 有人看见了 高声喊起来 多递一些盒子 给那只小猴子 他在帮着捡巧克力呢 虽说 巧克力不是全部装进了盒子 不过 再也没有一块巧克力 掉到地上了 乔治和工人们 把巧克力都捡了起来 这时 蒋解园和黄帽子叔叔赶来了 快把那只猴子带走 蒋解园喊道 他在糟蹋巧克力 不 正是这只小猴子 救了我们的巧克力呀 工人们夸奖道 戴白色高帽子的叔叔 对乔治说 你给我们带来点小麻烦 不过 你可真是一只 快手快脚的小猴子 这盒巧克力送给你 谢谢你帮忙啊 乔治松了一口气 总算没闯什么大祸 不过 他没有伸手去接巧克力 乔治和黄帽子叔叔 回到停车场 坐上蓝色的小汽车 工人们向他们挥着手 乔治 我们要走了 你真的不要巧克力吗 黄帽子叔叔问 嗯 乔治真的不想再要了